277 東方日報 正程 政治解碼 泛民困局民進黨化 2015年7月4日正程 A10 政治解碼黃月香港實施一國兩制 願意視作為台灣回歸的藍商 可惜方向走版 香港未有為台灣提供正面教材 反而在政爭內耗方面逐漸向台灣看齊 泛民民進黨化便是其中一個典型例子 民進黨的特點就是抗拒北京 主張台灣本土 與對岸長期處於對立狀態 這是他們的賣點 亦是弱點 尤其當走到十字路口渴求突破時 這個死月尤其明顯 國民黨08年重新上台 台灣經濟一直未能走出低谷 民生未見顯著改善 政治上更遭遇八百水災等風波衝擊 民望一路低走 在這種形勢下 在野黨本來可在明年大選佔盡優勢 但可一舉取而代之 然而 民進黨至今依然難言穩勝 其中一個軟勒就是兩岸政策過於激進 許多選民憂慮會影響兩岸關係 虎台油 直行ECFA等成果會化為烏有 進一步打擊台灣經濟 面對這個政治現實 民進黨如何難滅對北京立場 幾時廢殺思糧 亦是亡無頭水 其實 泛民今天的處境亦一樣 為了鞏鼓基本盤 泛民當然不能向北京苦手清神 然而由於不斷靠攏擊進路線 跟北京關係入吹緊張 亦是一條沒有出路的企圖 近日溫和派提出重建溝通平台 就是不想再這條死胡同遇走遇心 講人是無實的 雖然有人不認同建制派 不認同廣府 不認同人大831框架 不認同一國兩制白皮書 但底線還是不能跟中央鬧翻 畢竟 政治不能當煩惑 發展才是硬道理 這點泛民不能視而不見 更不能自欺欺人 問題是 北京的態度似乎相當強硬和清晰 如果民進黨繼續抗拒一中原則 否定久二共識 便沒什麼好談 同一道理 如果泛民繼續抗拒中央主權 否定人大831決定 便難有溝通基礎 踏入後證改時期 泛民要在出路與死胡同中作抉擇 黃瑜 金鎚 彈模紙 把別人均勾